我们看到这个 陈时中过去对于高端 他讲过很多金句 记不记得 开放施打高端 可以混的时候 他说没什么科学根据 大家骂他不负责任 然后他说我们政务官 都负政治责任 其实高端都不用讨论 还有啊 被批高端当水 他说不要 要不然你要怎样 高端获得国际认证的机会 他说就不高啊 不排除列入第三届 他说很高啊 然后他现在告诉大家 今天比较不演了 所以要打高端的人 你要自己想清楚 做出最佳判断 因为他说就是不能出国 没有被国际承认嘛 现在就摆明了告诉你 你自己做决定啦 你自己想清楚啦 以后不干我的事 不要再找我了 其实我根本忘了高端 这次疫苗 台湾还有高端 谁会去打嘛 对不对 即便817都不会打 即便决青都不会打 即便你盖不同意票 都不会打好不好 这次的不同意票 全国加起来有400多万吧 但是打高端的 还是维持在 八九十万而已啊 那所以到底谁会打 我觉得陈时中 现在是抱着一种心态 就是永远让他摆在这个货架上面 没人要买也没办法 因为那是自家出产的 不能把它下架 没人买买上面都吹满了灰尘 他还是要一直摆在货架上面 放在那边 假装我还有在卖 但是他对于高端的股价什么 通通已经没有帮助了 没有人会打 坦白说我那个时候 我们在揭露林秉书打什么疫苗的时候 林秉书很有台湾价值了吧 跟他吃饭跟他喝酒 跟他来往的都是民进党的女立委啊 台湾价值满满的吧 全身绿油油了吧 林秉书去瞧的疫苗是什么 莫德纳啊 人家高家瑜可以去打高端 对不对 所以高家瑜后面很紧张 去咨询陈时中说 不能出国怎么办 那请问一下 吴思耀你打什么 何欣存你打什么 民进党有多少人是打高端的 就立委就好了 我还不扩及其他的 民进党其他的公职人员 我们看到勇敢的去露出手背 放在脸书上的 大概就10个而已 大概就10个而已 然后赖清德也好 蔡英文也好 他是不是真的打高端 很多人也有疑问 怎么老是同一个人打 怎么这么刚好 不管哪一天都是那个人 所以淑慧 我觉得这整张看起来 你不觉得就是 台湾人蛮委屈吗 已经2021年 力来顺受 2021年都要结束了 春节老师 我们台湾人都觉得 我们好不容易从以前苦日子 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虽然不能够说是大富大贵 每个人都还算是台湾这块岛上 安身立命 但是我们来猪要吞 我们核食要吞 CBTPP不见得拿得到 然后打疫苗呢 我们国家给我们的是 没有经过国际认证的 打了也不被承认的 也出不去的疫苗 然后我们的政委呢 到国际间开会 这个可以拉黑你 那个可以随便把你取消 我们台湾怎么变到这么委屈啊 尤其岁末年中 从岁末年中都是要检讨这一年吗 回顾这一年吗 我们台湾人怎么憋屈成这样 所有这些不合理跟荒诞 就是民进党为了他们的 自己党派的利益 他们的见不得人的利益 牺牲台湾老百姓的利益啊 就这么清楚啊 回到高端回到陈时中 你民意人一看就是完全不合理 不负责任 而且会危及台湾老百姓 健康的一个决策 如果你都AZ都知道说 不可以列入第三季 因为国外有些研究 那你请问嘛 大家都问那高端有没有做过研究 是不是比AZ还好 很显然是没有 没有你为什么列入第三季的 补打的候选范围 这是个完全不合理的 不科学的 不正当的一个决策 然后后面重点是 我后面跟你追加一句 你要去打最好想清楚啊 我不负责哦 所以他目的怎么样 也不希望你去打 他不希望说有人真的打得最佳 第三季是高端 那万一被突破性感染 然后死了到时候他要负责 那你说那他到底在干什么 这么奇怪的事情 他这不合理的事情 猫腻下面一定有人家的厉害考虑 陈时中又不是笨蛋 他惊得跟鬼一样 所以他有他们的盘算 我现在来做大胆的推测 我是股票白痴我完全不懂 我相信股民们可能是这样理解 他这个讯息就是什么 说高端还有空间 还可以继续炒作 我们还没有要跑 他们就是在这边操控的嘛 而且从某种角度就是 他们还没有出脱干净 还要再制造一些假象 那聪明的股民也知道说 大家都在玩假的嘛 大家都在混都在掏空嘛 所以他那个讯息是说 还没搞呢 我们还hold 这可以大家继续玩 他就是这样嘛 他是为了炒作股市嘛 所以把一个跟人民健康 有关这么严肃的这么重要的 一个疫苗问题可以搞成 炒作股票问题 你看看这一群人心有多狠 所以某种情况下 各种方腔走板倒行逆施 完全不合理的决策 为什么频频出现 那当然就是这个政权 已经共产党走着招罗竞管了 一直没路 他根本没有考虑到后果 能捞就捞 不管台湾老百姓会怎么样 这才是个最大的危机嘛 刚刚前面有一趴 我是没有谈到 就谈到这么多的这个 所谓的逃过死刑这个问题 当然个别的法官 针对不同的案件 各有他们的判决 那这件事比就衍生出个问题 这件事因为在民进党政府之下 都在倡导废死 所以他们受废死影响 就尽量该判死刑不判死刑 如果这个我先讲我的立场 我是支持废死的 我是有理想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不要因为倒水 倒脸盆水把小孩子顺便倒掉 白冰冰也承认说你这个理想 是踩在别人私体身上 好 如果Face这个理想 都知道说以杀直杀未必有效 一定的效果也是次要的 所以理想当然是希望能够到一个 大家没有暴力之气 然后不会有需要杀人的 从阴下手 而不是从果下手 不是从惩罚的 而是从诱导的 这当然是个理想 Face就告诉你说那个不见了 那是治标不治本 好 现在问题出在哪里 这么一个理想落到民进党手上 民进党执政这些年 如果他当时也倡导这个理想 包括Face联盟 特别是有一位叫张娟芬的带头 我为什么不信任他们 这个张娟芬芬本身就是个杀手 他就在舆论上攻审别人 说那个被攻审了就要自证清白 没有无罪推定可以适用在这些人 一个Face联盟的人 天天在帮那些Face的证 说你们不可以无罪推定 不可以破坏无罪推定 结果他自己就干这种事情 让我看穿了 所以Face这个理想 被民进党判了死刑 被张娟芬这一类参导Face人 送上断头台脚刑脚死 因为他们的行为 让老百姓没有信心 如果在有一些凶杀 有些社会有些不安全的情况之下 民进党今天展现高度的道德 展现让这个社会能够和谐 展现让我们能够更温饱 更体谅互相更能够 大家包容让这个社会有任何 会发生凶杀的地方 大家都能够去从根部把它迷处 那你倡导Face人 如果没有我要讲话 他们本身就是让这个社会 制造更多的暴力 制造更多的混乱 制造更多犯罪的根源 那你在倡导Face人 你不是讲假话吗 Face就是被民进党跟张娟芬 判了死刑送上死刑台 我先讲停电 我刚刚跟大千哥说 是因为地震 还是因为本来就缺电 我们不知道 但是首先希望预祝就是 希望说整个台南是一切平安的 停电没关系 希望不要有任何其他的人的伤亡 或者是说有建筑物的回损 刚刚我就很好奇去看 此刻七点半的时候 目前的用电率已经高达88% 大家清清楚是七点半的用电率 高达88% 工业用电几乎已经都下班了 对不对 工业用电已经都下班了 商办的用电也都停了 然后连台南地区都这么多地方停电了 结果我们现在的用电量高达88% 也就是说在3%我们就低于10%的被转率 台电台湾的电到底够不够 我觉得不是用政府去捏钱的 硬去凹的是可以让大家不担心的 大家还记得工头前 沈荣经下的指示给台电的指示就是 工头前要尽力维持工电的稳定 他就是告诉你工头前那时候大家就在说 这样你的意思是工头后 庆菜喔 那你看工头后也不过两天嘛 一个分析师告诉我们说 工头后股市会涨 然后昨天外资就来大提款 大跌150点 今天再靠着台湾的资金再拱上去 不是说台湾跨入国际了吗 不是说台美贸易协定有机会了吗 那为什么昨天外资会提款呢 而且很多外资卖的是台积电 很多卖的是台积电 然后今天说台湾不缺电 供电稳定 但是结果一个地震 一个地震4.6 4.6其实之前北部也常常发生 然后就这么多地方停电 就说变电箱爆炸了 这不会觉得说台电的工程品质也是有问题的 除了供电稳定有问题以外 它的供电品质都是有问题的 之前万龙变电所的时候 不管是它是爆炸起火或起火 总之它就是起火了 黄世修他们认为说是长期的这个降压 造成这个电网系统累加型的这个损伤 因为你常常降压 那个电力系统会损伤 可是台电说什么 他说不是啦 是因为20年老旧的这个机器才会爆炸失火 坦白说如果台电的说法是真的 台电更该死 因为那是你可以控制的事情 你知道它已经老旧了 你知道它会有危险了 你为什么不去换 同样的我们还有多少这种危险 老旧的变电箱存在全台湾各地 然后地震就爆炸 莫名其妙就起火 大家不会觉得很可怕吗 如果今天你的地震是因为像921一样 电线感倒塌或是输电的设备倒塌的话 那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没有办法怪责 可是你动不动就这个爆炸起火 那到底台电你的供电系统出现了什么东西 你旧的都不换危险的都不换 你还要花几千亿去做天然气的基建工程 三阶四阶永安厂台中港 大家不会觉得说对我们生命 现在会造成危险公安危险 是这些老旧的供电设备